报导手透透单元 要带您去看看手语的南腔北调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顽皮这个手语 北部的笔法是 捏一下皮肤 然后手上下动 表示孩子跑来跑去 调皮捣蛋的样子 调皮 那么南部的手语要怎么比呢 请看 南部手语顽皮的笔法 是双手握拳 轮流在鼻子前面动一动 再捏一下手背的皮肤 表示皮 顽皮为什么这么比呢 是因为小朋友用手背来擦鼻涕 所以这么比 顽皮 刚才南部手语的顽皮呢 只有用一只手笔的话 就是坏的意思 因此也有人说 到处搞破坏就是玩皮啦 皮的手语不一定要比出来 像是孩子跑来跑去 或是孩子玩得脏兮兮搞破坏 这些都是透过观察情境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概念 是不是很有趣呢